第五千七百集 你认得我 不 你应该还没认出我 我叫萧水寒 你记得这个名字吗 那湛灵宁笑起来 雨声中竟有带着一股莫名的悲愤 萧水寒 叶晨听到这个名字 内心顿时大震 萧水寒他自然认得 那可是他曾经最宠爱的徒弟 叶晨万万没想到 这个战灵 昔日星空神族的高层头目之一 足以与无心祖师交锋的顶级强者 居然自称是萧水寒 在他说出萧水寒三个字的时候 叶晨隐隐之间 也捕捉到一丝因果脉络 这个战灵的确与萧水寒因果相通 仿佛就是同一个人一般 这不可能 叶晨只感到不可思议 准确来说 我是一道幻想身 说起来你还是我的师父吧 今天我便试尸未盗 铲除你这颗大毒瘤 那战灵双手一握 狂暴魔气炸裂 这片佛魔血海之中 珠般血水与煞气 也是汇聚过了 在他身前凝化成一把剑 主宰魔剑 战灵嘶声咆哮 一剑杀出 如魔道主宰 这一剑竟真是叶晨 传授过萧水寒的主宰剑法 笑 为什么要杀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叶晨脸皮抖动 急忙催动轮回天剑挡架 颇有点抵受不住 现在他可以肯定 这道战灵的确就是萧水寒 不过是幻想身 其实身份是星空神族的 高层头目之一 他不明白 萧水寒为什么会这么憎恨他 甚至认为他是什么大毒瘤 要将他铲灭 萧水寒这道幻想身 最巅峰时候 甚至能与无心祖师交锋 即便陨落之后化作战灵 也拥有强悍的威能 而且万古以来 他不断地吸收佛魔血海里的 煞气精华 更是淬炼出 无比凶悍的怨魂灵体 夜晨都有点招架不住 你还问我为什么 你创造了一个错误的世界 世界因你而死 众生因你化作截灰 你罪大恶极 你该死 萧水寒目光冷冽 挥剑狂杀而来 剑气如魔星坠落 极尽璀璨壮烈 杀气冲天 令得佛魔血海剧烈沸腾 站在血海边上的羽黄雅飞 感受到血海的暴动 只惊得面色发白心想 不知村主怎么样了 夜晨面对萧水寒的剑气杀戮 不断地后退 心中还是充满迷惑 大声问道 什么错误的世界 你说清楚点 萧水寒听着夜晨这话 眼里略过一丝悲愤之意 一边挥剑狂杀 一边愤恨地说道 你创造了轮回天国 说是要人人平等 但蒙虎是蒙虎 羔羊是羔羊 虎吃羊羊吃草 强者独尊 赢家通吃 败者食尘 此乃天地自然之理 又怎么能什么都平等呢 所谓的平等与秩序 只不过是逆天之举 强行改变天术 最终只会遭受反噬 当所有人都平等了 世界变成沥潭死水 蒙虎不吃羊 难道你叫它去吃草吗 人心没有了争斗 世界便陷入死寂 最终一切的一切都将化作结灰 这是你所创造的所谓的人间天国 只不过是一个错误的世界 我要将你杀死 绝不可让轮回天国建立 绝不可让那个所谓的梦幻未来 真的到来 你是毒瘤 你必须死 萧水寒自自泣血 显然在那片幻想的轮回天国里 他过得并不快乐 甚至极其痛苦 他看到了诸天生灵的覆灭 看到了天国沦为节灰 他对轮回的崇拜 也终于转变成了仇恨 他爆发出的剑气 越来越猛烈 甚至汇聚了整片佛魔血海的能量 如同是要葬灭先帝 夜晨节节败退 岌岌可危 性命已在旦夕 大叫道 那你想要怎样的世界呢 这句话质问出来 萧水寒呆住了 是啊 他想要什么样的世界呢 如果没有秩序 难道还继续像现在这样 到处充满混乱与杀戮吗 夜晨看到萧水寒呆滞的模样 自己也是愣了一下 这个问题 他此前也没有认真地考虑过 他想建立轮回天国 以秩序结束混乱 但轮回天国的秩序 具体究竟是怎么样 他没有太深入地考虑过 因为那太过遥远了 从萧水寒的反应来看 绝对平等的世界 似乎有着致命的缺陷 因为猛兽是要吃肉 那就注定 总要有猎物死去 猛兽与猎物又怎么可能平等呢 究竟什么样的秩序 才是真正完美的秩序呢 这个问题足以让人钻研一生 夜晨敏锐地感应道 如果自己沉眠在这个问题的话 道心立即就要动摇 精神甚至有可能崩溃 所以夜晨瞬间清醒过来 眼神恢复清冷 不管最后要建立什么秩序 都要先扫清天下再说 只有将羽黄古地 魔祖无天 死神教团 驼地古神 古星门等等敌人 全部斩杀干净 成为诸天时空唯一的霸主 才有资格去建立真正的秩序 夜晨心想着 等自己成了至高的霸主 那想建立什么样的秩序 自然是由自己说了算 如果绝对的平等 这种秩序有问题的话 那换一个就是了 现在深究没有意义 唯有不断勇猛精进 提升实力 才是最最重要的 夜晨隐隐之间也感觉到 世界需要什么样的秩序 这个问题 可能就是最终极的问题了 然而 萧水寒却没有夜晨的道心 他听到夜晨的质问后 就完全沉眠下去了 而后变得极其痛苦 双手抱头 满脸煎熬的折磨 我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究竟想要什么样的世界 我不知道 这世界终极的真理 我只知道 你那个轮回天国是错误的 萧水寒咬牙切齿 依然是充满愤恨的 怒视着夜晨 只不过他被这个问题折磨 精神瀕临崩溃 已经没有出手的力气了 夜晨叹了一口气道 笑 究竟什么是真理 什么是真正终极的秩序 我们可以慢慢探寻 你说的轮回天国 应该只是存在于幻想中吧 幻想之中 那就是还没建立 你何必如此痛苦呢 回到我身边吧 我需要你 你永远是我最好的徒弟 夜晨一边安抚着萧水寒 一边悄悄催动轮回血脉 一抹轮回精血 从夜晨指尖流淌而出 在周围浮磨血水的眼映下 悄然飘到萧水寒的身上 轮回血脉对邪魔煞气 有着极强的净化效果 轮回的微能 可以超度一切冤魂 当夜晨的轮回精血 触及萧水寒的占领躯体 后者的灵力躯体 迟迟蒸发起来 诸般煞气迅速消散而去 煞气不断消散 萧水寒仿佛也得到了解脱 常常输出一口浊气 浑浊而充满力气的眼神 变得清亮了许多 谢谢你 师父 或许是我太极端了 这错误不在你 都是那些旧时代的古神 他们太痴心妄想 创造出星空彼岸这片地方 一切错误都是他们 萧水寒说道 妄想夜晨的眼神里 已经不再带有仇恨 而是释然 夜晨连忙问 萧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星空彼岸 到底是怎样的世界呢 萧水寒沉默一阵 而后摇摇头道 抱歉师父 这是最古老 最终极的禁忌 我也无法言说 我先走一步 谢谢你的超度 我的幻想身 会回到真身那边 然后融合 半年后 你与天女决战 我必定参战 等我 师父 我会很快 回到你的身边 说吧 萧水寒的战灵身躯 化作一抹幻想散去 佛魔血海里的煞气 也是淡化了许多 夜晨压力大减 即便不依靠天群风神碑 也可自如活动了 星空彼岸 这终极的真相 到底是什么呢 夜晨低声难难 凝望整理目前的线索 首先 无无时空 并不是天地造化诞生的 而是古神创造的 在世界 还是一片混沌 天地时空 还没有开辟的时候 古神就已经存在 并且在进行着 无比激烈的斗争与杀戮 惨烈的杀戮 让得无数古神恐惧 也有无数的古神 想要成为最高的霸主 统治所有神明 古神们称霸的念头 对未来的幻想 最终创造出了无无时空 无无时空 就是无数个未来概念的汇聚 夜晨回想着萧水寒的话 那星空彼岸 很可能也是最古老的古神们 幻想创造出来的地方 是一片梦幻中的净土 所谓的轮回天国 其实还没有真正的建立 只是幻想里的存在 至于星空神族 应该也是幻想构筑的种族 刚刚夜晨所看到的萧水寒 自然也是幻想身 并非真身 这是夜晨依据目前线索 推断出来的东西 但至于真相怎样 他也不敢确定 罢了 这终极的真理 就等我扫清天下 成为诸天霸主再说 夜晨目光一宁 眼神里充满着斗志 想窥探最终的真理与世界 自身必须要拥有足够的实力 现在多想也是无意 只会沉眠陷入精神内耗 他定了定神 视线便是落在前方的 星空道书上面 非常顺利的 夜晨没有再遇到任何意外 很顺利的就拿到了 星空道书